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正宇 今天是2023年7月18日 星期二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城中的網絡熱話 首先講講一宗怪物 話說由麻地驚艷尼奇的派錢檔 街上逐張20元指派 網友看完過後揭發一個重點 極為可疑地說 是怎樣的消息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邊雙也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情況 據報近日熱話之一莫過於有一個人參加過中年好聲音 結果涉及猜的案件 相關的案件在今天的法庭都有進展 和各位一齊了解一下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由麻地驚艷尼奇派錢檔 逐張20元指派 網友看完過後揭發一個重點 報導的內容提到 有網友發現 由麻地驚艷尼奇派錢檔 兩名中年男子 竟然逐張20元指派給街頭表演者 機械式派錢的動作僵硬 目無表情 畫面相當詭異 有網友發現一個極可疑之處 懷疑另有內情感 事發是在尤麻地近尼敦道一帶 由網友拍到 在晚上的下班時段 一對女子在街頭賣唱 這個時間他們前面有一對中年男子 拿著一大疊現金 不斷向他們派發 似乎在打賞 兩名男子每次都派20元 不斷派錢沒有停手 而兩個女子就在旁邊邊唱邊收錢 笑容可供 與派錢的男子目無表情 形成鮮明的對比 沒多久有個男子派完手上的銀子 過後就轉身離去 他向鏡頭看了一望 維持目無表情慢慢走開 派錢檔的鐵文在網上風傳過後 引來不少網友熱意貫中的真相 有網友指兩名中年男子 派錢的動作生硬 就說了 逐張比好像燒衣紙一樣 也有人問 是不是阿叔懷念以前總會的生活 這樣 不少網民就指兩人派錢動作生硬 懷疑事件是做妹 就說這兩人做妹 派錢派到燒家衣 目的可能是吸引路人跟風 一起向表演者派錢 網友指事件懷疑有人自編自導自演 說自己的錢搶散 再派給自己 也有人笑 是演員來的 但不夠專業 一眼就看得出他們應該是同一夥人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影真離奇 原來就說 油麻地近日出現離奇的派錢檔 女子唱歌 這兩個男人目無表情地派錢 好像上班一樣 網友推斷 估計他們是同一夥人 同一夥人 說做妹 吸引其他人都派錢給唱歌的女子 不過兩個人很不專業 表情被網友識穿 另邊商也說說這宗消息的進展 根據HK01的報道 據報有個男子自稱和超過100位藝人有合作 37歲的男歌唱導師涉嫌非禮15歲的少年被驅控 說他曾入圍中年好聲音100強 和中國好聲音深圳賽區的48強 報道的內文提到 警方表示在7月14日接獲一名社工報警 指一個15歲的女童在5月至7月期間 在長沙環區懷疑被一個男人飛禮 案件交給西九龍總區重案組跟進 人員經深入調查過後 昨天凌晨在羅湖口案 抓了一個37歲姓林的本地男子 涉嫌與本案有關 該名男子在同一日被控一項 與年齡在16歲以下的兒童 作出一個妹舌行為罪 案件就是今早提堂的 消息說被捕姓林的男子是歌唱導師 自稱曾經和超過100位藝人合作 曾經參與中年好聲音入圍100強 並參與國內的歌唱比賽 中國好聲音深圳賽區 指自己由5萬人當中突圍移出 打入48強的決賽 據了解受害人透過網上聘請被捕人 擔任一對一唱歌的售貨 由5月至7月期間 有人疑似曾經三度犯案 每次都是以做瑜伽要拉根為藉口 觸摸受害人的下體 警方日前凌晨 在盛林的男子入境回港的時間 作出拘捕 消息指警方相信案件仍然有其他受害人 正在積極跟進調查 據悉初步發現至少多一位受害人 相關案情今早的進展 來自星島日報的另一則報道 提到這個人今早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被告無需答辯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 案件押後至9月12日再信 被告保釋申請被拒絕繼續還押 31歲被告林俊一報稱作歌唱導師 被控在2023年5月26日至6月1日 在長沙灣青山道順利商業大廈二樓某間房 向一個年齡在16歲以下的兒童X 作出嚴重的猥褶行為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這個人也薄有名氣 入過TVB的中年好聲音 又和曾志偉拍攝肩膀拍照 據報他涉及近日一宗非禮16歲以下的男生案件 今早做相關案件在法院提堂 還押到9月再信 另外亦提及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O記在條頸領站拘捕了兩名男子涉嫌串謀商人 截查私家車檢獲接刀 報道機內就看到了 警方經深調查 在今日7月18日早上約莫7點 在將軍澳翠嶺路港鐵條頸領站 以涉嫌串謀商人拘捕了兩名非華裔男子 懷疑他們正計劃商人 人員在行動當中同時檢獲一部 懷疑與案件有關的私家車和一把接刀 兩名被捕人其中一個人是巴基斯坦籍的男子 他持有香港身份證 另一個人的國籍仍然有待調查 警方未有透露兩人計劃商人的詳情 包括行空動機和襲擊的目標 強調案件仍然在調查當中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說這兩個男人正在計劃商人 未知是否今天要發生的事 結果走漏風聲被捕 未知背後會不會有更大的集團 以及他們本來想著襲擊誰 另外亦說說這件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8號風球時間 call的士 短途客 一來招截頭 即是要求又折扣 另外還指定要做女司機 即是女司機才可以輸他 網友恥笑這個人 報導的內文提到 話說有位網民在Facebook群組 的士司機資訊網 TES是發鐵文分享經歷的 就表示真是奇怪 打風扣截 短途還要女司機 從他上傳的截圖可見 有客人call的士從東涌的公共屋邨 前往赤立角機場客運大樓 又提出要找女司機 和指限豐田運電 鐵文印尼網友的熱烈討論 不少網友認為8號風球影響 惡劣天氣令到的士司機生意難做 希望乘客體諒司機 又有人認為不應該在這個時間 向司機要求折扣 就說加100元貼士未必有車 亦有人說有他繼續等 亦有人說要女司機的原因是甚麼 是否性別歧視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怪聞天天天有 人家已經是8號風球 肯車你已經是非常好 還有R折頭和男司機免問 甚麼情況就不知道 說網友任由他等 說不定他等很久 也沒有的士願意接他這張單 另外亦都說說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大埔富善村的熟食中心食肆起火 廚師搜捕被燒傷 消防到場開喉舊式 報導的內容提到大埔發生火警 在今日7月16日清晨5時半 消防接獲多種報警 指富士村熟食中心一個食肆 廚房發生火警 消防接報到場 動用一條喉和一隊煙拇棍 迅速將火救出 事件當中有個廚師搜捕被燒傷 他清醒被送往哪打素醫院治理 消防正在調查 起火原因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辛苦消防員 據報今次是大埔富善村熟食中心的一間食肆起火 估計富善村的不少網友都留意到這場火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完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機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